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那么在之前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已经学习了 React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组件当中非常重要的属性 HOPPS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学习React当中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 叫做State 那么我们来到开发工具当中 首先呢 我们今天本节课学习到的内容呢 是React当中的一个State 那么这个State呢 其实理解为状态 理解为状态 那么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呢 比较陌生 也无法理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先讲解一下State和HOPPS的一个区别 那么首先呢 大家明确一点的就是 我们之前学习到的HOPPS 是组件对外的结合 那么同样的 我们今天学习到的State呢 是组件对内的结合 这一点呢 是它俩一个最本质的区别 那么同样的 大家明确的是 组件内 可以引用 其他 这个呢 在我们上一个例子 或者之前的例子当中呢 我们也都在使用 那么 组件这样子使用之后呢 它们之间的引用 就形成了一个 竖状的结果 那么大家明确的是 如果下层组件 需要使用上层组件的数据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上层组件 就可以通过下层组件中 我们之前学习到的HOPPS 来进行数据的传递 这一点呢 是我们上层组件的内容 所以说呢 因此 HOPPS 就是组件 对外的接口 这一点呢 大家非常明确 但是呢 在我们对外的接口 了解清楚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对内的接口 那么组件 除了使用上层组件 传递的数据之外 那么它自身 也可能有 需要管理的数据 那么这个 对内 管理数据的属性 就是C 那么这一点呢 大家要注意一点 那么也就是说 HOPPS是接收外部 传递进来的值 那么State呢 是处理组件 内部当中的数据 而且呢 HOPPS当中的数据 一旦被定义 在我们之前也说过 它是不能被修改的 那么State呢 它是可以来进行 数据的修改 所以说呢 大家明确的是 React当中 我们开发者 只需要关心的是数据 那么 当数据改变的时候 页面就会自动的发生 改变 那么在我们之前的 POPPS的代目当中呢 大家发现 如果页面当中的数据 发生改变之后呢 我们还可能会手动的 来进行一下 Render的调用 但是呢 那种方式呢 非常麻烦 那么当我们学到了 State之后呢 就再也不需要手动的 来对于我们的Render呢 进行一个渲染调用 那么同样的 我们的状态呢 其实就等同于 我们页面当中的数据 那么状态 也就是数据 改变了 那么页面中 对应的数据绑定 内容 就会被 React 自动的 进行 改变 那么同样的 这样子写完之后呢 我们如果 想今后对于页面当中 数据呢 进行修改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State呢 来进行 页面当中的 数据修改 那么这种方式呢 也称之为 编程式 而是声明式 渲染 那么也就是说 一切的数据 改变 操作 都不用 我们关心 只需要 我们 声明好 数据 React 就会 自动的 对于 数据 进行 相应的 改变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相关的一个 React的一个 状态 State 好 那么在我们了解完了 最基本的一个 状态的 基本概念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们 React当中 它的一个状态 和State呢 它有什么 最本质的区别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这块 再来加一下 主要区别 那么首先第一个 State 是可验的 那也就是说 State当中的数据呢 是可以变化的 那么同样的 Pause 对于我们当前的 组件来说 当前页面的 组件来说 它是 只读的 那么 如果 我们想 修改 Pause 中的 数据 那么 我们只能修改 副组件 当中的数据 传递给 当前组件 数据的 副组件 中的 内容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 它俩 最本质的一个 主要区别 那么这两个区别呢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的 那么在我们了解完了 State 它到底是什么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State 它具体来说呢 是怎么样使用的 首先呢 我们要使用State 在这块呢 大家 一定 一定要注意 如果我们想使用状态 状态 那么 不能使用 无状态 组件 因为 在有状态的情况下呢 我们不能使用那种函数组件 或者无状态组件呢 来凭创建 这一点呢 大家也是要明确的 所以说呢 接下来 如果我们现在呢 想完成我们的一个状态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 首先第一步 我们可以声明一个类组件 Class 比如说 我们叫做 COM 然后呢 在这块 Extense G乘以 React的 Component 但是呢 在里面 我们需要呢 来写上一个 Render 然后呢 Return一个 GXX 那么这样的 的话呢 我是一个 组件 先保存之后呢 来看一下 当前这个组件呢 是否成功被我们渲染出来 好 这个组件呢 已经成功的渲染出来了 那么当我们把组件 渲染出来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需要在组件当中呢 来写一些东西 比如说 我们想创建我们的组件 创建我们的state 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state呢 写在 Constractor 然后呢 这一块 对应一个Pause 下面呢 还有一个Source 里面呢 也传递进来 Pause 那么这一块的写法呢 是我们当时 ES6 它的一个写法 那么在这块呢 我们不得不加一个注释 那么在ES6当中 不管 子妹 写不写 Constractor 不管写不写 Constractor 那么 在new实例的时候 都会 补上 Constractor 这一点呢 大家有没有确 所以说之前 我们没有写的原因呢 是因为 它会默认的 总共补充这个Constractor 那么 我们可以 不写 但是 如果我们 写了 Constractor 之后呢 就必须 在其中 写上 Super 这一点呢 大家要知道 那么 Super的作用呢 其实很简单 Super呢 就是 只将 附类 附类的 构造 方法 那么这一点呢 才有 才很重要 那么 如果我们 只写了 Constractor 而不写Super之后呢 那么它的一个 Z指向呢 也是错的 那么同样的 在我们的页面当中呢 我们写了一个 Super里面 并且传入了一个Post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 想在 Constractor当中 使用 Post 那么 Super 必须 写上 Constractor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所以说呢 这两个写法呢 大家就一定要写上 那么当我们写上之后呢 其次 我们就可以来 定义 State 那么在定义State的时候呢 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干什么呢 使用 Z.R State 等一个对象 那么在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来定义 我们相关组件内部的数据 比如说 我先定义一个Name 对应 CC 那么这样子的数据定义好之后呢 这是第一步 能定义数据了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使用数据 所以说呢 我们想使用数据的话 方式呢 也很简单 我们直接 Z.R State 这条数据 OK 保存之后呢 我们再来运行 看一下效果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发现 数据呢 就能够被成功的 进行一个调用 那么 调用好数据之后 我们刚才说过 State的数据呢 它是可以改变的 是可以改变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想改变State当中的数据的话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页面当中 有一个按钮 点我改变State的数据 那么之前呢 我们也说过 使用onclean 等于一个简单函数 那么在里面呢 我们想修改State的数据 在这块呢 大家一定 一定要知道 我们不能直接修改 而是要调用什么呢 而是要调用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 State State 这个方法呢 来进行调用 那么这一点呢 大家要注意到 而且呢 同样的 大家明确的是 this.setState呢 它是一个eve 同样的 当我们调用 this.setState之后呢 那么react 就会自动的 触发render 进行数据的 渲染 那么这一点呢 大家也是要知道 所以说 在我们使用了 this.setState之后呢 我们并不需要 手共的 手动的 来触发我们的一个 Render 进行内容的渲染 而是会 用react 运动的 来给我们进行 数据的相关渲染 那么这样子呢 就大大减少了 我们对于数据 改变之后的 一些操作呢 得一个大量 好 那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比如说 我现在想修改数据 我是不是直接 就可以使用 this.setState 然后呢 在里面 我想修改谁 修改name 那么它的值是什么呢 我修改成 哈哈 那么当这样子 写好之后呢 我们再来到 浏览器当中 那么大家发现 我们这一块 应该是有 多个标签 多个标签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没有一个 负元素包裹呀 好 那我们包裹之上之后呢 来 再次回到浏览器里面 那么 页面呢 已经展示出来了 当我点击按钮 大家发现 页面当中的数据呢 就发生了改变 我们再次重视一遍 点击按钮 页面当中的数据呢 就发生了改变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我们非常方便的 就对于页面当中的数据呢 进行了一下中心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当前 state 它的一个 基本的使用 而在这个基本的使用当中呢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是 state 它是异步的 set state 它是异步的 那么当我们触发了set state之后呢 我们react 就会重新 或者是自动的触发这个render 来进行相关页面数据的一个改变 那么这一点呢 大家也需要知道 那让我们应该进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